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到了2023年了 我们要提早为所有的12生肖的朋友来做布局 好这12生肖的布局呢 当然呢我们都要知道呢 每一个人的生肖出生年的工作事业 财运财库以及呢 爱情桃花 然后呢家庭 还有呢我们的健康意外 另外的话呢还有贵人跟文昌 就是你是不是有贵人也可以升官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现在先从老鼠开始 鼠1924年出生 1936、1948、1960、1972 1984、1996、2008、2020年 那这个呢 2023年的这个运势上来看的话呢 有四颗吉星 然后呢有两大问题 来露存星就是财禄星进入在老鼠的宫位 所以鼠鼠的朋友恭喜你 财禄星进入在你的宫位呢 一切会匹吉泰来 而且好运旺旺哦 好福德宫有福德星 然后呢天德星 红蓝星 太岁偏充有三行星 好四大福星两大雄星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好的吉星比较多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烦心 三行星要特别注意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我们待会跟大家做解释 怎么样来开运 转运比较重要 我们2003年要提早布局 不管在风水上的布局 或者呢是在办公室的布局 家庭的布局都非常重要 好我们先看工作事业运势 好工作事业运势老鼠呢 好在今年度来讲的话 因为有陆存星福德星天德 跟红蓝星 所以呢应该说 你应该把所有的旧的章节 全部太旧换新了 好蓄积更强的战斗力 好那才是在你2023年呢 好多做准备整装 重新出发 也是转型蜕变 希望进步来取代呢 不利的那些 好过去的恐惧的一个事情 那坚持跟耐力呢 转为呢 加强你的荣耀 我想呢在工作职场上面呢 你今年的运势是相当好的 从黑暗到天明呢 你看到曙光了 而且这个曙光呢 不只带来光明的前途以外呢 还让你看到了财运满满 所以呢进入到黑暗期到光明 在工作上呢 勿坏心仪 所以呢你整个的运势呢 有很大的提升 那当然我们要加强你的武装呢 审慎选择 讲求务实 行动的力量要再加强 好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做生意的 开店的 以及当老板的 以上班族 其实不一样 我先给一些做老板的 先一些 这个建议 好你没有夸大胡识 的那种靠山的人呢 必须要呢 强攻事业 要加强呢 你的团队跟优秀的一些伙伴呢 一起打拼 所以呢你跟优秀人在一起呢 就可以获胜 所以你用的人才 要用人为才 对你来讲帮助会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哦 有福德天德 那也代表说 天在助你的运 实运很强 所以呢你要增强你的野心 而且呢你要这个呢 耳聪慕名 就是说你要判断力要更强一点 努力不懈呢 可获得权势地位 以及成就的高度会越来越好 开店面的朋友呢 格局要放大一点 当然不是叫你到处去布局 不过呢 如果你的行有余力的话呢 可以扩大你的经营方针 虽然有三行星吗 就是不要太快 慢慢的格局放大呢 在专业的加强上面呢 是你自身的关键 比如说你的item 你的东西是不是有 凌驾在别人之上的 一些新的发展 这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不管你是开工厂的 或者呢你是做餐饮业 2023年的餐饮业 其实会活活红红哦 好所以呢 如果你要扬眉吐气的一年的话呢 就是在今年的工作事业 是一个革新的转型期 非常恭喜你 好那当然呢 我们要做到 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境界的话呢 都要靠精进知识 然后呢可以大大加值 尤其是上班族的话呢 你要左右逢源 然后呢 连纵 连纵 这个合纵连红 就是说 你要跟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合作呢 要特别注意 善用人际大好运 并连结成了共享荣耀 对上对下的话 对老板对主管 以及呢 对你的部署下属呢 应该呢 要把握当下 就可以平地崛起 所以呢 大家 群策群力的合作非常重要哦 所以呢 在2023年呢 请大家呢 务必呢 赶快加紧脚步了 那当然你要谨慎的工作调性 然后才可以将你的专业呢 这个自信再加强 就可以呢 像一个横空出世的 那个变色鼠一样 非常漂亮 而且呢 会有很精彩 更进步 然后呢 可以让你有挥洒四溢的空间 四溢挥洒的空间 好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 我们在职场上面呢 一定要加强在这个部分了 刚才讲过 优化配套很重要哦 这个措施啊 都非常重要 以及提案呢 你成为众人瞩目的佼佼者 所以呢 你看有福德跟天德 代表说 长官爱护你 部署呢 也信服于你 那你在职场上面呢 如果是专业够强的话呢 以及呢 平常做人 处事的话呢 是为人圆融的话 我相信你在2023年呢 真是匹吉太太 一飞冲天便飞天署了 非常恭喜你 所以呢 面对工作上面呢 要上井花条 立己才能更快速的解决 有一些小困难 我相信呢 困难是有的 因为你看到 有这个太岁偏充跟三行星 也代表说 你不要更加有一些角力战 这个三行就会出现什么呢 人际关系的一些不是太协调 或者呢 总是有小人随时在侧 总是想打压你 甚至呢你跟某个长官不是非常好 那这个长官呢 看你就不顺眼 所以呢 老鼠呢 要怎么样呢 脱颖而出 走出这个林涝的话呢 就是人际关系要协调好 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不管你是老板 或者呢开店的 当然有很多人开店 脾气也蛮大的 因为人很多的时候脾气很大 没生意脾气也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啦 好 那加强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的和谐 2023年呢 是人际关系 最重要突破的年 也可以突破你的瓶颈 好不好 可以在金钱上面呢 可以大获全胜 入存心加持的话 也代表说你赚了钱 有挣财偏财爆发财 甚至有横财进来哦 但是呢 要不可以横发横破 好 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 哪些运势会强望呢 来给大家一些 技术性的工作 运动员 就是像你看 最近MBA的 这个球星来到台湾 哇 年薪是多少 600万啦 好 批发商也不错 外务员 外科医生 此科 然后呢 土木废土业 宗教 餐饮业 明星 命理都非常好 明星当然也会很好 所以命理行业也不错哦 好 那聚门画权的话 代表是建筑 土木 教书 还有呢 法律行业 那军政 司法 自由业 出版业都相当好 太阴化科的话呢 是公职 哲学 医学 中医 妇女时装 时装 化妆品业 厨具 自由业 以及呢 医美行业 所以呢 漂亮的东西 都是在2023年呢 很容易得到大家的青睐 好 贪团化技的话呢 是商科 哲学 艺术 娱乐 演绎 广播 餐饮业 百货业 那贪团新化技 有些餐饮业 如果你没有 与时俱进的话呢 你恐怕呢 会大意识 荆州 要特别注意哦 百货业呢 也要太久 换新 否则的话呢 竞争 白热化 让你呢 也可以在生意上面 可能受到很多的抵制跟压制 就没有那么好 娱乐业一样 你如果没有日新月异的 让大家有新鲜感的话呢 娱乐业跟艺术业都会产生呢 有一些状况出现 所以呢 贪团化技呢 也代表是烂桃花很多 所以呢 不管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呢 演艺圈 公众人物 要特别注意烂桃花产生哦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财运 财运刚才讲过 这个财运 因为有露存心的 加持有福德天德 那有红卵 所以呢 你在2023年呢 要注意合伙的财务 理财要加强 不宜有按盘交易 容易导致损失 因为你看 你有三行星跟偏充 所以呢 要加强管理金钱的收支平衡 多留意负债是否太多 不要呢 继续扩张你的信用 那理财要加强 除了这样子 小心错误的决策 而损失大财 如果是在 这个长城的理财规划的话 不宜过度投资 要打安全牌 因为呢 远方对你来讲 并不有利哦 比如说海外 因为你的迁移工是 今年太岁正充嘛 所以你又是 这个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迁移工 不是 迁移工呢 算是还偏充 跟你一样是有偏充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好 不要欲望过大 不务实的投资方式呢 导致金钱缺口会比较大一点 当然你在2023年的财运是没有问题的 正财偏财爆发财都有 但是呢 爆发财来也很快就去哦 所以呢 你如果与人合作要小心应对 并防小人涉及骗财而损失惨重 所以呢 你在2023年的金钱的支出上面呢 要特别的谨慎 钱借出去会拿不回来 因为呢 有三行星可能还要打官司 如果跟人家合作呢 不是熟悉的行业 或者朋友的话呢 不是太熟悉的朋友 你还是稍微挺看厅会比较好 尤其在投机上面 比如说赌博的行业啦 或者你从来没有Touch过的行业 甚至呢 你是做股票的 基金的 或者呢 做这种 投资理财的 你都要特别小心 所以呢 在整个年度里面 注意谨慎投资 容易被小人设 这个骗局 出现紧急的财务状况 还是要小心的应对 那 久不见面的亲朋好友借贷呢 恐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有三行星可能还要打官司呢 所以呢 你在这个默契良好的 职场上面呢 可以有贵人帮助你 对于财务有大提升的机会 所以呢 你今年的财运算是呢 给你到70分哦 非常好 路存心有本来要给你85分 但是因为有偏充跟三行 所以又减分了 所以呢 付出努力与业务加强客户关系的话呢 可以回收及回报很快 付出有等比 更高的收入 好不好 所以呢 只要你的加强列金数 跟合作呢 中长期的一些规划 就是三个月一次 三个月一次的规划就可以了 你在今年的运势非常好 也可以呢 有机会买房子哦 所以你赚的钱是够多的吧 恭喜你要换车 那当然没问题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桃花跟家庭运 好 有路存心福德天德跟红蓝心 太岁偏充三行星 好 这些心呢 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跟坏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 红蓝心那当然就是感情会不错啦 好 你今年呢 红蓝心动呢 忽然间想结婚了 不过也三十好几了 如果想结婚的话 那有二十几岁的 你如果想博取对方的动心呢 就必须拿出真诚跟真本事来掳获对方的心哦 那感情上呢 可以多点付出哦 不要怕付出 桃花票房是上涨的 所以呢 你到所到之处呢 人人喜欢你哦 尤其是女性朋友哦 因为呢 今年是 呃 葵珀俊英嘛 贪英化科嘛 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呢 就是会有很多人的追求 所以呢 你要好好地选一下 那远方的恋情呢 可以深温 真爱也越来越看 越来越好 所以呢 桃花稳固 爱情很甜蜜哦 这个 所到之处呢 票房上涨 就好像忽然间呢 看到一朵美丽的花 到处走来走去一样 那男性朋友的话呢 远距恋爱呢 要稍微小心一下 你很容易就喷翻 浓得划不开的爱情 但问题是 对方有没有喜欢你 你要先考量这个问题 好 今年有红男星 如果是有伴侣的人呢 已经有对象的朋友呢 可以考虑结婚 那今年年初呢 到年中的这个阶段呢 可能会快速的感情升温 所以呢 可以喷出香气 而且呢 喷出热情的火花 所以你们想赶快呢 在年中或年底的时候 要结婚是有机会的 红丸心动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步入礼堂的 天生哦 其实呢 老鼠本来就是具有异性缘 那异性缘的强烈的运势很强 是一个超强的放电机 所以呢 也可以吸引异性的追求 加油咯 所以呢 你今年的桃花运势非常好 但是已婚的朋友要小心了 已婚的朋友因为有偏充跟三行星 所以呢 你如果有喷出桃花的香气的时候呢 对方呢 可能会紧追不舍 可能呢 就是死会想活标 这千万要注意 会不会呢 伤害到家庭 这才是重点 所以呢 如果有伤害到家庭的这个爱情的话呢 你真的要稍微踩煞车一下 应该要踩煞车 那不要蛮横不讲理的认为说 这个不会被老婆知道或老公知道 到时候呢 就吃不完兜着走 好不好 三行星可能会影响到什么 大打出手啦 两个人呢 问题就开始重生啦 然后呢 也可能呢 打官司 因为三行星爆发的时候呢 就有三件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就是感情破裂 然后呢 两个人呢 互相攻击 再来的话 就上法院打官司 所以三行星到来 已婚的朋友呢 虽然有好的吉星 但呢 这些烂桃花的出现 对家庭伤害其实蛮大的 好 那太岁因为偏充的关系呢 所以呢 钱财可能呢 也会被老婆 在要求很多 想跟你离婚 或者你要离婚 老婆就说 那财产都归我的 所以你看 太岁偏充对你来讲 也不是好事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健康运 在健康上来看的话呢 今年的健康 因为贪狼化剂 贪狼化剂 要特别注意 什么样的健康呢 贪狼呢 属木 所以呢 木被金克了 要特别注意呢 腰酸背痛 还有肝胆的疾病 那碳狼心呢 还有跟性功能有关系的 年纪大的人呢 比如说像是男性的话 要特别注意呢 这个性功能不好 或者呢 女性朋友的话呢 也有一些呢 跟女性有关的 这个子宫啊 病变啊 之类的问题 还有呢 低血压 要特别注意低血压 老鼠的话呢 其实健康上 因为有露存心 其实也没有太差 有福德天德 看医生很快就会好 所以呢 如果你有心脏疾病 血管疾病的人呢 也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不要操劳过度 因为你工作压力很大 工作的时速比较长 所以呢 就会产生了操劳过度的现象 那另外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呢 爬高爬低 今年呢 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七杀 那个破均的暗急 呼吸器官 如果你有这个呼吸器官 神经衰弱啦 性神经衰弱 这些心脏衰弱症啊 胸闷胸疾啦 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好不好 所以呢 健康上面来看的话呢 这些生肖呢 我要告诉各位 在2023年的话呢 上半年 上半年因为有三行星 所以呢 如果你有重病的人 要开刀 还是得开 但是呢 一定要找对医生 要找对 找出医生的话 你就很麻烦了 那男性朋友的话 要小心一经梦泻 也是要看医生的 好不好 那胜负腺肿肿大 年纪大的人会胜负腺肿肿大 女性的话呢 就是子宫病变 这些会比较多一点 就女性生殖系统 这些问题 什么长肌炉啦 长水流啦 住此类的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在健康上面的话呢 如果你有这些小问题 或者大问题 有大问题 三行星 那就要动手术 好不好 因为有三行 他就开刀运 那如果你没有开刀运 捐血也是一个蛮好的办法 就是有点小血光之灾 就是抽血 捐血 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现在血库缺血很严重 如果你的运势不错的人呢 也可以考虑捐血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贵人跟文昌运 这个周期里面呢 基本上呢 贵人运是很强的 这个贵人运很强的原因是因为呢 你有破均巨门 胎阴化科 女性的贵人多过男性的贵人 所以在贵人运上面呢 工作职场上面的贵人运是女性居多 那女性跟女性之间呢 也会和睦相处 所以也不会碰到那种什么 互相攻击或者内斗 诸如此类的 但是还是会碰到 因为有三行星的关系 所以如果跟你平常个性不合的人 你要特别注意 他不一定是你的贵人 好 你有三个贵人 第一个贵人呢 就是属龙的 第二个贵人属猴的 第三个贵人属牛的 所以你总共有三个贵人 这三个贵人对你帮助会蛮大的 那你也要先当别人的贵人 好 这三个生肖都是你的贵人 那另外的话 文昌的话呢 你要在什么时候 才会有更好的文昌运呢 我们来讲一下 第一个呢 文昌运呢 落在二月份 所以农历二月份的话呢 你比较容易升官加薪的机会 农历二月 非常恭喜你 所以呢 你在这段时间呢 要先做好布局 才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好 接下来 我们在九宫风水学里面呢 要告诉大家的 因为呢 西北方是五黄煞位 那西北方的话呢 尤其是男性的同学们 同事们呢 朋友们呢 你们要在西北方呢 摆一个呢 能够画五黄煞的那个五地钱 就是两串 挂两串五地钱 那可以摆一个呢 黑药的七星镇 黑药七星镇 那今年的中宫是文昌 文昌可以放四支笔 就是在我们办公桌上面 放四支笔 那或者呢 有宴台也蛮好的 因为呢 文昌加持的话呢 也可以步步高升 那我建议大家呢 有一个呢 印 大的印章 印章 这个用印的话 印性 可以增加你的财富 全力的象征 像这样的印件 大的印件 放在我们的电脑旁边 像我你看 我都放在左边 而且要放在龙边才有效 放在龙边才有效 那你平常的话呢 如果喜欢只是用 三印签字的人呢 建议你呢 就是呢 在银行的存款里面 多一个印件哦 那很多西方人 他们只是用签字嘛 不喜欢用印件 但是印件可以随身携带 或者放在办公桌的上面 可以化解今年的不好的运势 好吧 所以呢 这给你所有的 鼠老鼠的朋友的提 年纪轻的 2020年的鼠老鼠的呢 要特别注意呢 健康上的问题 不能爬高爬低 好不好 三行星的话呢 比较会有运动伤害 比如说 你学骑那个脚踏车 三轮车啊 或者呢 溜滑梯啊 要特别小心 那年纪大像 1924年的 它比较会有一些 舍负腺 不一定是癌症哦 但是呢 可能会有 舍负腺的问题 高血压的问题 你就要看医生 赶快看医生哦 好 所以呢 升官运呢 是在农历的二月哦 恭喜各位哦 今天呢 跟大家讲解呢 鼠老鼠的朋友 希望大家 大家加油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2023年 鼠牛的水兔年的 上半年的运势 好 我想呢 每一个人的运势呢 都在每一年当中 都会有新的变化 那今年呢 鼠牛的朋友 到底有什么样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咯 好 我们来知道呢 怎么样呢 在这个流年上面呢 加强自己的好运 然后呢 削弱自己的 一些不好的运势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出生年呢 1925年 1937 1949 1961 1973 1985 1997 2009 2021年出生 都属牛 好 今年的吉星 有六合 鹿存星 在老鼠的位置 那三合 贵人 异马 跟福星 所以你有四颗星 是好的 有寡数 劈头 飞刃 天狗 月薩 跟五鬼星 都是不好的 所以呢 好坏参半哦 在这好坏参半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呢 2023年的运势 尤其在上半年 我们走的是 葵干 葵干的话呢 第一个呢 我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呢 如果你是 在职场上面 工作上面 以及呢 是正 在政治界 或者呢 很多人都要特别注意 哪些问题呢 我先讲一下 这个贪囊化剂 第一个呢 官户工化煞的时候呢 会贪污案 而有坐牢的现象 所以呢 贪囊星呢 它代表的就是呢 跟贪污有关系 还有跟烂桃花有关系 所以你在工作职场上面 千万不能有 第一个贪污的问题 Uncle Table下面呢 偷取钱财 拿取人家不当之财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烂桃花会比较多 所以呢 在恋爱上面呢 还有你的爱情上面 要特别谨慎的 注意这些问题了 因为你带的是 寡数 劈头 飞刃 天狗 月煞 无鬼 看了都很惊心动魄啊 因为煞心很多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了 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工作事业运势 好 2023年呢 来 我们先讲一下 没有一意待劳的工作 不能太过倦怠 那只会呢 饮吃饱粮 饱吃成粮 所以呢 注意公司及个人的税务问题 财务问题 那积极改善呢 你的业务结构 快速停损 收拾残局 然后呢 以个人烂摊子 才可以保得青山寨 才不会没柴烧 还有对于市场的浮动 你的投资要特别谨慎 你可能会误判情势 你看到没有 有天狗 有月煞 有无鬼 就旁边围绕了一大堆小人呢 来跟你谈说 这个好赚啊 那个容易赚啊 结果呢 你就不小心出了很大的 出错误的投资 还有合作 所以呢 决策不要一意孤行 才可以免除呢 这个财务破大财 工作上呢 会有很多的麻烦 那要小心呢 就是突破 默契良好 减少冲突 那市场上的关系呢 要集重人的力量 可以增加呢 很多好运势 所以呢 过于呢 对于呢 这个不正确的一些赚钱的方式 你更是不可以 要摆脱无限贫穷的轮回 其实呢 要立下目标 积极的改善 那我想呢 你在赚钱的结构上面呢 可以做一些调整 我想清新的脑袋 善用优势 才能创造高效率的赚钱方式哦 好 这些都成为呢 你将来成为 这个最强的基础 好不好 那至于呢 事业上面呢 工作上面要砥砺奋进 即使呢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看到没有 有飞人 天口月煞无鬼 我都很替你烦恼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在工作资产上面呢 要更好的话呢 就是要更把将你的习惯呢 改变一下 好的行为习惯呢 就会让你在运势上面更强 工作上面呢 要小心出现 有一些心情沮丧啊 或者呢 小人过多的趋势 不要呢 谈论其他人的八卦 就是呢 恪守自己的本分 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呢 你要立志 不屈不挠 然后将主要的这些 不好的矛盾呢 要划上去一点 转化为重要的影响力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有一些狗屁到时候的事情 我们尽量就不要去touch它 或者呢 听到一些八卦的事情 我们尽量避开 不要跟着一起谈论 那这个今年的业绩呢 波动会比较大一点 不要与客户跟同事之间 产生太大的纷争 那其实我不建议你 更换跑道 就是好好的加强在你的职场上面 精进一下 那我想你在今年呢 分秒必争 需要时间管理 还有呢 就是生活品质上面要动得 化繁为减 越繁杂的是越简单越好 减少人是上的这个累赘 那才能在事业工作上面呢 可以博得更好的精彩哦 所以呢 整个的战斗力呢 应该是可以增强一下 基业在努力下会有成果 就是说你的努力 稳定迈向你的目标 就是设定好目标 稳稳的向前走 就是像 不是叫你牛步话 而是叫你稳定的向前走 事业开 这个 开之善业的话呢 就是靠团队的力量 那我想呢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呢 将你的能量 再爆发一次 凡事就可以水到渠成 也没有那么不好 所以呢 最主要的工作上面呢 不能以身涉险 所以呢 必须不要那些 跟那些与魔共舞 有很多那种 鬼鬼怪怪的人 尽量要避开他们 谨慎的对人数 后世就会转强 好吧 那因为六合的路纯 代表说 你的团队里面的 强者很多 所以呢 你应该呢 先观察形势 比如说 先洞察你的先机 然后呢 顺势而为 掌握趋势跟利益 才是 还有你要加强 你灵敏的嗅觉 能够呢 看看呢 是不是有新的发展 然后呢 不要野心过大 蛇吞象 这个狼吞虎咽 会很麻烦的事情 工作上需要破釜沉舟 自然立于脱胎范骨 蜕变转型 然后呢 痛下决心 并解决呢 延荡已久 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呢 你不能拖延很多的工作 在这场上面 要特别注意 那基本上呢 夜清已成勤 勤劳可以补不足 工作上必须克制住脾气 跟不当的诱惑 还有呢 用有限的时间呢 跟物力呢 人力呢 来达成目标 所以你的团队 要强者联手 就会战无不克 非常好 事业呢 可以呢 传出捷报 并不是没有 所以呢 用最精简的方式 的人事物啦 金钱可以达到 相当出色的成果 好 今年呢 还暗合了 太岁正冲 也代表说 你的起伏会比较大 这个起伏大呢 行动上 心态上 要做一个弹性的调整 好不好 因为起伏很大 有时候呢 心情会受到压抑啦 或者呢 不顺啦 引起呢 自己的 这个精神状态不满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要静观其变 不能以意代老 是静观其变 然后呢 在资产上面呢 不要过度的忙碌 然后呢 不要过度的投资 跟投资 尤其呢 在钱财上面的管理 要特别加强 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喜欢一个 冒险的人呢 要特别小心 今年不太适合做太多 冒险的工作 好不好 比如说 你想去上山下海啦 甚至呢 去做远程的什么 比赛啦 这个都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 你要小心意外自在很多 如果你是 比如说你是要 打篮球啦 打排球啦 打足球啦 诸如此类的运动员 你都要特别注意 所以呢 在整个年度里面呢 有好有快 但是 因为煞心很多 那这个天口心 就是犯小人 那月煞的话 要注意母亲 无鬼心缠身呢 就是小人缠身 所以你要擅长 人际关系的协调 那能力呢 那些 才能够为那些 破碎的事情 解决问题 那是人力几利的 慈悲家呢 最好就是可以帮助别人 而后助 帮助自己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呢 你会碰到一个工作上 一个不顾情面 然后不 不通情理 表现犀利 然后 主导性很强的 狠角色 因为你有天狗 月煞跟无鬼心 非任心的话 就是一只刀劈向你来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在职场上面呢 会有弱肉强食 那我想呢 你想怎么样 遇火重生 其实在上半年 就要做好准备 最主要的话 借给用忍的功力 要花挥做功 好不好 因为呢 你如果没有借给用忍的话呢 事业工作上呢 没有办法出现奇迹 所以呢 人和为重要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人和 那摆脱那些事业辞职 不前 就是说你常常会拖泥带水的话呢 你这个个性 像牛步化的话呢 千万不可以 你会碰到高压气流 然后没有办法转进好运 所以呢 不要太过于拖泥带水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加强力拼 那当然你有一些百费待举的事情 要奏效的话呢 就日积月累的工作能量要加强 好不好 好 这是上班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财运 好 你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重新设定你的财务管理 第一个 露存心在你的财库宫里面 并不是在你的财运上面 所以你会觉得呢 赚钱呢 好像有点漏洞的感觉 总是一进来就不见了 一进来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呢 所以呢 在投资上面呢 要特别小心 看不清楚方向 胡乱投资 然后呢 比较会碰上高度危险的地雷 导致破大财 所以呢 不管你是 这个 在金钱上面的投资 或者呢 借贷关系 你都要非常非常 百分之百的谨慎 那因为呢 你欲望会很大 所以呢 过急 反而限于金钱不当的诱惑 尤其是 公务员 容易呢 因为呢 收受贿赂而吃官司 所以呢 要特别小心 职场上面呢 可以增加呢 职场的贵人 好 那对于呢 财务会有大大的提升的机会 所以个人理财上面呢 小心 被人寄予钱财 另外呢 因为你有寡数 所以你常常 尤其是女性朋友 要特别注意 想说呢 犒赏自己 然后花了不当的金钱 又是做什么医美 又是买了很多 不应该买的东西 就莫名其妙的 不断的在花钱 所以呢 你要特别谨慎的 注意理财 财运会有比较剧烈的冲击 不利于在海外发展 所以你要特别 要守住财源跟财库 好不好 包括你要更好的 这个 不要 要小心误触地雷 投资误触地雷 左进又出 财运呢 又缓不济急 所以呢 你今年 应该这样讲 上半年 你赚多少钱 要做好一些规划 一个月赚四万 三万八 那你就 我要规划 花两万五 剩下的就是先存下来 否则的话呢 你要注意呢 投资会失利 生是非而破财 真的划不来 还有开车骑车的朋友 要小心 尽量不要有什么重大意外 你看 有飞刃 还有劈头 是什么 晚上的时间 开车跟骑末车 要特别小心 比较容易有一些意外伤害 别人 别人 你不撞人家 人家撞你 所以冲击很大 所以呢 这会影响到钱财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桃花运 好 桃花跟爱情运 来看的话呢 今年呢 有寡数星 那2023年 有寡数星 也代表说 女性朋友 比较会有 一个人生活的情况 可能老公外出 男朋友外出 就寡数的话 就同居人也算在内 所以你就在桃花 这个比较晚上的时间 是一个人睡觉的 意思是这样子 寡数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人际关系不好的桃花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寡数 劈头飞刃 天狗 月煞无鬼 哇 都是杀星 虽然有贵人 有义马 也有福星 但是呢 杀星 桃花暗藏 祸心 及陷阱 要防仙人跳 引发官司 跟纠纷 今年坦坦话记 所以感情会出现 新的不好的转折 容易呢 也有提出 分手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 你特别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男性朋友 你的恋爱游戏不断 会找到一个 渣女 不是渣男 那女性也会找到一个渣男 最后呢 露出那些原型出来 让你变成一个呢 得不产失的恋爱 那已婚呢 会有杀出半路的陈咬金 半路杀出陈咬金 陷入三角感情的混战 形成感情的纠结 到时候呢 会很麻烦 另外的话呢 如果感情已经开始不顺的人呢 你欣赏的对象是昙花一现 来不及表白 人家就跟你再见了 所以也不要太过于执着 那十字为了的婚姻呢 夫妻 有如外星人 各自漫游 各过各的生活 寡素心的话呢 比较容易呢 产生呢 就是配偶外出 远方求财 或者工作 你就不能够呢 天天呢 呃 失守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桃花 今年的桃花票房是下降的 感情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掌握中 只有成为一朵云才会渐渐消失 所以呢 那还是建议呢 还没有谈恋爱的朋友呢 要特别注意呢 路边的野花不要乱采 好不好 已婚的朋友也一样 好 那你的桃花运是要特别小心 我建议你呢 今年因为文昌运在中宫 那九指贵人运呢 在正南方 所以你可以在南方摆一个呢 七星镇 桃花七星镇 那在西北方呢 如果西北方呢 可以化煞 可以摆化煞的 这些比如说 减少我们的桃花损害的 那也可以摆一颗黑药的球 黑药球 可以震煞的 好不好 或者呢 葫芦七星镇 让我们葫芦增加 或者呢 葫芦的吊饰 像这个葫芦地前 也可以 就是要红色的 好不好 要红色的 好 那希望大家呢 千千万万要特别小心 这个桃花的运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健康运 属牛的健康运 基本上来讲的话 有好有坏 属土嘛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呢 脾胃啦 然后呢 肠胃病啦 胃食道逆流啦 跟肠胃有关的事情 大肠小肠啦 这些都要特别注意哦 好 那今年呢 小心意外之灾 因为有飞刃 天狗跟月煞 无鬼星 比较容易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刀剑伤 甚至碟伤 走路走一走就碟交 头破血流 要特别小心哦 所以呢 属牛的朋友呢 在意外上面 要特别加强 建议你买一个呢 就是意外险 好不好 破财能消灾 破财能消灾 那如果你有呼吸器官不好的朋友呢 要特别看医生 今年呢 这个碳狼化剂 我先讲阳韧性在你 阳韧性在你 就容易有什么 骨折啦 雪光之灾啦 车关刀伤啦 然后呢 四肢无力啦 这些问题会比较多 那平常呢 建议你呢 就是去安个态税点个光明灯 健康灯也可以 就是建议你先安个态税点个光明灯 虽然你不是犯态税嘛 但是呢 还是有这么多煞心 我还是建议你点个光明灯会比较好 健康灯之类的 好不好 那有暗急的朋友呢 比如说你本来呢 健康就不是很好的老年人 像那个什么1925年 已经100多岁了 1937年 这个都很老了 那个26年次出生的 那个都已经非常老了 那就要建议你呢 去看医生开刀 因为你今天有刀运 所以呢 年纪大的人要不要硬撑着 好不好 健康亮红灯就别硬撑着 所以呢 也希望你 那年轻的朋友呢 不要爬高爬低 不要爬山 上山下海 以后要去夜掉 绝对不可以 所以呢 你以为你很健康 结果呢 运动伤害也蛮多的 打飞镖绝对不可以 很多小朋友喜欢去打那个飞镖 飞刃心 就会被那个刀 刀伤 会有刀伤 那如果是家庭主妇 或者要做菜的 大厨们 都要特别注意 飞刃 就是会有什么呢 就是刀伤 切菜切菜切太快 剁鸡肉 剁一个 哇 剁到自己的手 小心 如果你是做那种 工作是属于那种机器的 也要特别谨慎 好不好 公安意外会比较多一点 好 健康运呢 在今年度来讲的话 是你最需要特别小心的 意外跟健康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贵人跟文昌运 好 因为有露存跟贵人 所以其实贵人蛮旺的 贵人心的加持呢 也可以帮助你很多工作上 资产上面 钱财上面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打官司 可以找到好律师 那如果你是因为有露存心 有露存心在隔壁的话 也代表说你的兄弟工 母亲的工位比较好 父母工 可以请他们协助你 解决很多的困境 长辈 长辈 都要女性的长辈都最好 你的女性长辈 今年特别好 所以老板是女性的 或者呢 妈妈啦 姑姑啦 阿姨啦 甚至呢 你的长官啦 都是女性的话呢 帮助你的运势 哇 都是你的贵人 而且跟钱有关系 很好 那你今年因为有核道易马心 如果要出外的话呢 就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 不要不接受 比如说你要工作上面 要出外的话也可以接受 我觉得蛮不错的 会有升官加薪的机会 所以文昌运基本上是蛮旺的 文昌运是蛮 你看有露存有贵人有益 代表你的升官加薪的机会 还蛮多的 所以要加油了 但是呢 我刚才讲过 你最主要是出现在不是工作上 是你的健康上 意外上面 好不好 还有感情上面比较多麻烦 因为寡数性嘛 所以呢 尤其是女性 不是男性 男性是 男性是不是寡数 女性才叫寡数 所以呢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好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希望你在九宫风水里面呢 要特别注意呢 西北方 男性朋友 在西北方的位置呢 家里的西北方呢 可以摆化煞的 这个五黄煞 今天的五黄煞呢 在落在西北方 所以西北方呢 千万不能动土哦 也不能呢 敲敲打打 什么水管坏掉 地板坏掉 整个的翻修不可以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翻修的话 找个良辰即时 好不好 真的不得已 有时候你漏水漏得很严重 你不修也不行嘛 对不对 那地板已经都翘起来 都不能动了嘛 不能走 你非要修它的话 找良辰即时 好不好 良辰即时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你的东方 东方是病府哦 所以呢 二黑病虎位 那如果你有常常生病的话呢 有头痛啦 肠胃的问题啦 你就尽量不要住在东方的房间里面 所以呢 如果你的门在东方的话呢 希望你用个红色的地垫 七星镇的地垫呢 来让它化解一些不好的运势 门口呢 也是要挂两串大的五地钱 有失咬见的 对你来讲帮助会很大 好 今年容易漏财 对不对 好 男性朋友呢 建议你呢 用财库包 行动财库包 黑色的皮夹 好不好 男性朋友都用黑色的皮夹 女性的年轻朋友呢 或者贵妇呢 可以用金色的来招财 这个可以增加权力 跟按财 比较不容易破财 这个呢 招财最旺 招什么财都可以增 增财偏财爆发财 红色呢 因为我们开始走火运了 2023年以后呢 九子火运已经接到运势了 所以呢 红色呢 让你在事业上 红红火火 财源广进 这三个皮夹呢 对你们来讲都非常好 你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 或者你的包包里面 放一个这样的皮夹 好 这上面特制的 全部是特制的 有皮修啦 里面呢 都是有聚宝盆啦 有特制的皮修招财的东西 就绝对不是一般的皮夹 跟外面的皮夹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 招财神器 来当自己的好运来加倍 好 那另外的话呢 人际关系的运用上面呢 要增加贵人 对不对 好 贵人的话呢 你可以带一些呢 紫色的水晶 白一些紫色的摆阵 像我就是你看喔 带到没有 我就带紫色的啦 对不对 好 紫色的什么 水晶戒指 好吧 所以呢 你也可以带紫色水晶戒指 那今年整个2023年 对属牛的朋友来讲 有好有快 但是不用担心 我们只要呢 先趋吉 就可以避凶 好不好 那先避凶 我们要来化解 这些不好的运势 那九宫风水图上面呢 我们会 小编会帮你们放上去 你们就可以利用这九宫风水图呢 来怎么样 震煞 消灾 解恶 我想呢 很多东西呢 都可以呢 来解决的 2023年仍然是动荡的一年 那上半年呢 我们走葵干 走葵干的话呢 就是希望大家呢 在职场上面呢 尽量的稳定就好了 不要异想天开 好不好 尤其属牛的朋友 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 又到了我们2023年 好快的日子 你有没有觉得一年比一年老 我都因为我们一条比一条生 好 谢谢大家 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一下小铃铛 好 人生就是这样子嘛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过每一年 每一天 每一个月 我们都要好好的经营自己 好 那今年呢 属府的 去年呢 因为呢 犯了很多问题 太岁 但是2023年呢 哇 完全不一样了 看到了没有 来我们往前看那一页 来 下一页 对 好 你看 有金羽天喜龙德 紫薇三合太一 那个是天喜 末月王神病府跟官府 但是呢 你看到他有比较多的集星 好 紫薇龙德代表什么呢 有好的运势跟大的发展了 所以呢 在事业金钱 爱情上面呢 还有一个天喜新哦 都是好事连连啊 而且非常强劲哦 运气会非常强劲哦 好 我们来先讲一下 他的工作失业运哦 舒服的 事业症面临呢 面临呢 人生的转 转型期哦 人事会有更好心的变动哦 那老同事的小问题呢 都可以哦 迎刃而解 可以脱胎换骨 然后呢 互相的助力会越来越大 而且可以得到老板的赏识哦 所以呢 你可以呢 呃 脚层要加紧一点就可以获得大获全胜 这个这个 呃 上半年来讲的话呢 就是勤奋耕耘哦 你的良田千亩哦 都能够在你的耕耘之下呢 可以呢 发芽啦 恭喜你哦 所以呢 我想呢 这个收获会非常之大 然后呢 当然要有自己的实力 如果你是一个懒惰府的话 实力不够的话 就赶快去学习哦 加强自己的学习能力 然后呢 呃 不此下问哦 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子 那还有呢 就是说天底下绝对没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你今年是有好运哦 而且好运很多哦 人家会主动来帮忙你 那就是天下掉下来的幸运啊 对不对 物超所值啊 所以呢 你在这个月当 这个年当中呢 2023年当中 人际关系呢 会越来越好 那小人当然也会躲在暗处啊 你看到吗 还有那个王神嘛 还有末月嘛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嘛 还是会有 那王神就是代表什么呢 小人在旁边 还是暗处 小心背后重伤 不要与人冲突就不会有 那要防好事被破坏 就是说你可能被升 要升大关了 结果呢 哎 后面有人说你不好哦 所以呢 这个在潜规则上面呢 你要特别小心 就人与人之间的潜规则 你要特别谨慎一点 当然不需要太多的压力 只要呢 平常呢 与人为善的话呢 问题就可以解决 那我觉得呢 你要广纳建言 因为去年的一些运势呢 不是那么旺嘛 那今年运势要旺就要广纳建言 工作职场上面呢 还是有很大的考验哦 或许呢 你还没有呢 延宕的事情还没做好的 或者有些呢 还处在那边呢 没有办法完成的都要在今年的上来一二月就赶快完成它哦 那另外的话呢 你最怕呢 行动力不足 很多人呢 行动因为水浒嘛 水浒好像那个老虎走在水里面哦 总是呢 没有办法很用力的奔跑的感觉啦哦 所以你有些遗憾哦 那跟海外的合作事业呢 可以呢 就是不能止上谈兵哦 那过水 要过水的生意呢 绝对不能止上谈兵而已哦 需要加强团队的能量哦 才能够胜出哦 所以呢 你要结合团队的力量呢 以及呢 长辈哦 长官给你的建言哦 那我想呢 在这个运势当中的话 第一个 我建议你呢 不要想 如果你想换工作还不是时候下半年再说 如果你这个 已经做得很不开心了 我倒觉得呢 你可以稍微请一点长假 然后去度个假 比如说一个礼拜啦 五天啦三天啦 去休假一下 这都蛮好的 对你来讲的工作职场上面的 这个压力会减少很多哦 因为呢 如果两天的假期加上休三天 那就五天 五天的话 你就可以出国去留一下 然后跟 跟着很多朋友啦 去依依一下啦 我觉得你应该要改变一下 你的生活态度跟方式 这样的话呢 避免那些哦 不要跟那些二百五啊 对干啦 因为有些人哦 在职场上面啊 他经常扮演二百五的角色哦 会令人痛恨哦 那你每天看到他就很烦嘛 对不对 或许你也不能帮 你也不能当别人的二百五哦 因为老虎有时候讲话也很直爽 啪就出来了 所以呢 或许你是别人的二百五 你也不能够这样干哦 所以呢 人和上面呢 不能失和 好不好 因为呢 有金与新 金与新是有人抬轿 你知道吗 你看 抬着那个金色的轿子来抬你呢 职位是什么 职位就是高位的人 最高位呢 比你更高位的人 而且是都出现在你旁边 比如说你会参加一个活动 老板带你参加一个活动 结果都是认识那些 上市柜公司的老板 哇塞 这好难得耶 你知道吗 还可以呢 虽然不能同桌吃饭嘛 但是呢 可以呢 跟他们拍个照啊 握个手啊 你是不是紫微星出现多厉害啊 还有呢 龙德 龙德代表什么呢 你有这样的福分 就会呢 又高层人提拔你 你就这样的福分 所以呢 不能过于被动哦 很多事情 行动力要加足一下 这些发展跟荣耀 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呢 认识当然不代表你的人脉啦 只是呢 你认识拿到一张名片以后呢 你记住一下 这个什么时候跟他见面 对不对 以后呢 说不定呢 你事业发达了 人家还可以跟你合作呢 是不是 还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 工作上要加强判断力 你有时候判断力是不够强的 要扩大人际关系 当然很好 否则呢 会浪费你的人力资源 这个是最重要 整合新人际 但呢 总是有些不如预期 没有关系 你只要整合一些新的人际呢 你的业务量也会增强 老板们呢 你们在今年呢 可以大展宏图呢 非常恭喜 但是呢 可能要到 农历的二月过后 农历二月过后才会更好 我讲得很详细了 因为太岁月在农历二月 这样大家知道了 好 那对四周的这个环境呢 不要产生什么过度的不满意 有时候过度不满意 让自己心情压抑 那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心情压抑 或者比较避暑的人呢 我建议你呢 要多出去走走 交交朋友 参加一些聚会活动 也可以增加一些人脉 好不好 虽然花点小钱嘛 没有什么关系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的财运 财运呢 在对你的整个业务的拓展 虽然紧张 但是呢 可以有比较好的收入 有末月哦 要小心哦 这个末月代表什么呢 代表会有阻碍哦 就是你本来期待值呢 希望他给你一千万的订单 结果他没有那么多 就是呢 他中间的细节啦 那些detail的问题啦 会很多 然后多如牛毛 你会觉得 哎呦 你怎么这么烦呢 但是没办法哦 你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你就哦 不会有栏杆阻碍你 那个末月就是什么 很难跳跨过那个栏 那 或许呢 是 呃 让利 或许是要让利 让利的意思是说 你把利减少一点 你 或许他杀将 你让利 这都可以完成 好不好 那另外的话 要特别注意哦 千万不能呢 under table下面有问题 很多人呢 想收受 这个 下面的钱 结果呢 犯了官府 不管你是 所以你的合约 你的合约 你跟人家合作的一个精神 你都要很正当的 因为你去年还犯太岁 所以你有些不好的运势还会在哦 那今年还是有官府哦 那一旦犯官府 你就有病府了 心理的压力嘛 就会生病嘛 对不对 所以官府跟病府就会一起来 这样大家知道了 所以呢 你们要特别注意 那当然这个病府呢 就是你可能与人不合啦 或者谈判不 谈判谈不容啦 或者是工作上面 钱财上面呢 总是有一些状况出现啦 那在钱财上面 你会起伤温暖 什么叫伤温暖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这个伤温暖呢 一定要过了农历二月以后 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在发展 这个敏锐度要强一点 对赚钱的敏锐度要讲强一点 不要胡乱的投资会碰到地雷哦 尤其在国历三月之前 再讲一次 尤其在2023年的三月之前 不要做重大决策的投资 因为你的运势呢 因为你的运势呢 还在呢 备运当中 总是 就像说我们身体伤了 我现在生了病了 我现在呢 肠胃不好 或者呢我胃痛 或者呢我眼睛疲劳 我是不是要先把这些病先医好 医好以后呢 运就会散开来 所以呢你今年呢 最重要的话的多包容 好不好 很多事情要多包容 那你会说 那我每年都在包容别人 那别人不包容我 不 你先包容别人 别人就会包容你 那钱财就可以突破 好不好 业务就不会 好像在那个瓶中 都不能开花结果 收入会有 比你更好的 比你想象中更好的收入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你有紫威哦还有太阴 所以呢你的贵人 都是女性的贵人比较多 而且女性朋友比较好 好 所以属虎的呢 对女性来讲是非常好的 你有很多的贵人可以帮助你 还有高层的人帮助你 那你人际关系呢 我觉得你在今年呢 应该算是不错的 充实自己的好时机啦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 自己才能不够啦 或者呢 你需要跟国外联络 加强你的语文能力啦 那如果是代业的朋友 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 有代业的朋友 可以找到好工作 所以都可以变成呢 你在这个上半年呢 是一个蜕变的一年 那国外的机缘也有进展 海外机缘有进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天使心 哇恭喜你了 好 这个事业跟财运都很好 工作也顺畅 工作也没那么大的压力了 所以呢 你要客观 稍微客观一点 在金钱啦 工作上面要客观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爱情运 有天使心 你会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对象 而且呢 这个对象呢 尤其是女性 会找到很好的对象 因为有紫威隆德 代表什么 这个男人呢 家事好 财力也好 什么都好 所以呢 相当棒 你要加油一下 所以呢 感情上呢 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可以好好的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男孩子也可以找到 不错的对象 也可以找到 可能家事蛮不错的对象 就像是 你知道很多男人 都娶到一个很有钱的老婆 家里面 很有钱的老婆 但是有钱是归别人的 不是你的 你还是要有点 长点 长点志气 人家郭台铭以前很长志气 对不对 虽然他老婆娘家有帮忙 但是人家也长志气 是不是 就会像郭台铭这样子 虽然是家 家事没有他老婆好 但是人家也是很长志气 所以呢 你在今年的爱情运相当好 恭喜你 那也可以谈一个 可能呢 可以步入结婚礼堂 因为有天喜心 如果你想结婚的话呢 在今年的农历二月过后 你就可以结婚了 可以考虑一下结婚的问题 那今年还可以生小孩 天喜心通常 如果有天喜的话 都会生男孩子 红卵会生女孩子 天喜心会生男孩子 如果你今年想怀孕生小孩 恭喜你生儿子的机率比较高 其实生女儿也很好 像我们这种女儿也很好 我们都很孝顺妈妈 很孝顺爸爸 所以男女都一样 现在女孩子也很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健康运 健康运有病腐心 你还是有一些旧的病灾 比如说你可能眼睛痛去开刀 眼睛清光眼开刀 或者白内障开刀 那现在还需要看第二次的 开第二次的刀 那一边开一次就好 不要不要一次同时开 万一有失败的话 才不会两只眼睛看不见 这个非常重要 那再来的话 你耳鸣也是一样 先一一边再一另外一边 最怕就是你千万不要骑摩车 骑快车 病腐心是这样子 你会可能闪神 骑车的时候要特别谨慎 安全帽要戴好 转弯末角或者红绿灯 要特别谨慎 另外的话你还要注意 你的肝胆肾脏不是很好 洗肾的朋友要看医生 赶快想办法在饮食上面做控制 肝脏是因为你睡眠不足 肝不好 像我常常也晚睡 所以口气就不是好 口气不够芳香 所以肝要注意 胆肪 我告诉各位胆是分解 因为胆囊不好的时候 你的排毒功能会很差 所以你晚睡的朋友请你要小心 好不好 也比较不会失魂落魄那个样子 好 健康上只要是小心的去应付的话 如果你要用中药条理也是可以的 尤其在今年冬天就开始条理 手脚冰人稍微做一些中药条理都蛮好的 好 贵人是吧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还讲到你的贵人 那你的贵人是谁呢 属马的 还有属狗的 他们两个人生肖 今年都不错 那财心落在老鼠 所以老鼠也可以成为你的贵人 这三个生肖是你的贵人 你只要跟这三个生肖 好好的合作一下 那你要特别忌讳的是属牛的 还有属兔的跟属鸡的 这三个生肖 因为今年犯太岁 那属牛的好坏参半 坏的比 不是 好坏参半 所以他自己自顾不暇 那就不能当你的贵人 所以这两个生肖 三个生肖 你要特别小心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年轻的 像比较年轻的 像2010年1998年的 如果要考试运的话 今年是不错 文昌在中宫 那如果你要考试的时候 你把书桌 小书桌放在客厅里面也很好 也很好 考运会更好一点 文昌在中宫 所以你应该少看电视 然后多念念书 今年有升官运 文昌对你来讲 每一个老虎今年都有升官运 所以要加油一下 我们今天讲到 2023年属兔的朋友 属兔在2023年 是太岁正座 但是2023年 到底你要怎么样来因应太岁 第一个我要建议大家 太岁正座的话 因为有剑锋心 浮丝心 那吉心当然有一些 像是贵人心 还有文昌心 华盖心 但是虽然是这样子的话 但是太岁心来临的时候 通常都问题费非常之多 所以我们在2023年 这个是兔子的大清算年 也是2023年最需要注意 发生重大变局的一年 所以注意事项要很多 那不能有太多的错动 那犯太岁呢 第一个我建议大家需要先安太岁 还有点光明灯 然后点一个健康灯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安太岁怎么安 那台湾老师的官网上面呢 可以为大家做服务 可以为大家做服务 第一个先安太岁点光明灯平安灯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呢 在工作事业上面呢 不宜冒进或者做过程 第三呢 如果呢非要放工作 千万要在自己的忘的月份 因为呢 今年呢 第一个呢太岁 而且是变动 非常最大的一年 因为我们从八百更运 要走入火运 所以呢 像是你如果要换工作的话 大概在农历的五月六月 或者农历的九月来换工作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上半年其实不太适合换工作 那第四个呢 不顺的事情会增加职场上的小人 会莫名其妙的增多 另外的话呢 总有人会找麻烦 触你的眉头 所以呢 不管你在开会的时候呢 或者在工作上面呢 尽量不要跟别人有所呢 阿Q跟抵触 好那更有些呢 乌龙事件呢会产生 比如说不管你的事情 也不是你所做的事情呢 居然呢 全部呢冒到你头上来了 所以呢 另外一件事情 最可怕的是 不能为人作保 跟文书有关系的 不能随便签字 合约啦 文书啦 买卖啦 甚至呢 不管你是学校的 或者家里 跟公司的都要特别注意 以防利益纠纷 官司缠身 这是你在2023年 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们来讲一下呢 在工作事业上 不如意的事情会增加 要低调处理 人事的问题 不要与人争锋对立 再来的话呢 有些不属于自己的犯的过错呢 容易受到小人的陷害 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呢 要请求别人他人的帮助 比如说长官啊 或者比较好的同事来帮忙你 那最好的话呢 如果是有一些利益冲突 尽量呢低调行事 再来的话呢 在太岁工作上呢 不可以贪念 在职场上面呢 要忍耐度要加强 并提升职场的战斗力 今年总归一句话呢 给你的建言就是呢 只能呢低调 好好的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呢 想异想天开的 想一飞冲天 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呢 再来要避免或从口出 不要过度强度观山 很多事情呢 在开会的时候呢 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呢 作为呢 好像你是首领一样 大家就会看不惯你 然后踏伐你 要小心 那压抑别人 你压制别人 而导致被人暗害 或者引发官司 要特别注意 搞不好就会大打出手 所以这个情况呢 千千万万要小心 好 加强人际关系 和谐 以及业务的拓展 并做好呢 事业的规划 与合作呢 伙伴可增加呢 这个业务 可以快速提升 这个业务的量能 也可以增加 更好的收入 那在职场上呢 有贵人及文昌 因为你今年有贵人跟文昌 只要呢 客所本分呢 努力奋进的话呢 才能容易受到老板 长官的肯定被提拔 升官 几率会很高 因为有文昌跟贵人 就是会受到提拔 你今年不是完全都不好 那很多事情呢 比如说 under table下面的一些 狗屁刀造的事情 会摊在阳光下面 所以呢 不要做一些呢 不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收缩费落啦 或者呢 私下呢 拉帮结派啦 这种 或者在背后呢 指责别人的不是啦 甚至呢 面对老板的时候呢 还跟老板起冲突 我想呢 你可能会 小心一点 会没有工作 好 2023年呢 兔的本命年 注意工作职场 财运人际及家庭 和健康意外的繁星事 不可大意 这是你在今年上面呢 工作职场上面呢 还有呢 要恪守本分以外呢 2023年需要注意的 意外伤害会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健康的问题啦 以及呢 可能破大财 并注意呢 桃花煞桃花结 这些都会来的 不要以为不会 好 那你要农历呢 因为我们今年 农历二月呢 是一个呢 就是多了一个农历二月 所以呢 我们今年呢 二月份有两个 所以你有两个 太岁的意思啦 不过呢 因为呢 在怡保月的时候呢 刚好财星 落在兔的位置 所以你有两个月的好运 虽然犯太岁 但有两个月的好运 有贵人 有文昌 加上呢 你还有一些 三合的 一些福德啦 隆德好运 那还有呢 露存心嘉临 所以呢 我们讲到你的财运的时候呢 你要听清楚了 第一个呢 双财 是每一个月都有 就连续两个月都会有 那这两个月呢 招财到太 这个不能太急功近利 你才要保守 安全牌是最重要的 在财运上呢 需要加强谨慎 才能够保平安 不破财 那要注意呢 这个 突发的事件呢 会让你有破财运 比如说车子开一开 人家撞你啦 或者你撞人家啦 甚至呢 轮胎破了 在高速公路呢 引擎熄火了 例如这样 发生哦 尤其特别要小心 不要和人做 这种大笔的合作 如果你要谈合作的话呢 在2023年 其实对你来讲 并不是非常有利 容易产生纠纷 及破大财 即投机跟赌博 只要跟投机跟赌博 有关的事都不能做 好 那公务员呢 要防收缩不当之财 会被揭花 引起官运不保 另外的话呢 甚至去官罢职 也会破大财 所以呢 还有打官司哦 所以呢 你如果是为官者呢 在公务机关上班的话呢 不能收受费赂 一定要拒绝 否则的话 会因小失大 好 那注意金钱的管理 不宜做大笔的股票 及业外投资 很多人想做斜抗投资 但是反而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斜抗投资 是容易失败的 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加盟啊 结果呢 生意并不好 要特别小心 不要待业 待业太久而导致呢 金钱缺口越来越大 就说你不能待业太久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工作 想找工作 一直要找到自己的理想工作 我觉得你要骑驴找马 什么叫骑驴找马 找一份能够先 让自己生活平定下来的 平稳下来的工作 不一定是要达到你的目标的工作 现在呢 因为很多公司在裁员 而且呢 很多公司倒闭了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不要待业太久 好 亲朋好友的借贷呢 要非常谨慎 尤其是酒味谋面的亲友呢 更需要不要有金钱的往来 比如说 你的兄弟姐妹十年没有跟你见面了 忽然间来跟你借钱 而且借的钱是大笔的钱 你要特别小心 救命的钱可以借 但是呢 如果他是属于那种 你根本不知道他乱投资什么东西 说不定他的这个屁股呢 一屁股在 你根本不知道 他只骗你说 我只欠多少资金缺口 所以呢 你钱进去以后呢 可能就拿不回来了 好 要改变的理财 这个行为的习惯 那最好就是做好理财规划 并小心用钱的方式 那会有意外破财吃状况 所以呢 例如呢 车祸啦 或者呢 跌商啦 忽然间健康出现大问题啦 家里的人也可能是你的破财的一个因素 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啊 电视啦 很多东西呢 都是必须要修的 你的行车安全要小心 车子如果出大状况 你想换车子 或者呢 你不断的要修车 等一下轮胎问题啦 等一下引擎问题啦 或者呢 等一下又是什么 哪里的问题一大堆 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呢 如果车子发不动了 就不要开 那有一个警讯就是代表说 你比较容易出车祸 好 那家里的大型气货像冰箱 电视啦 电脑 模特车等 都出现问题 或者家中的瓦斯炉啊 什么都会麻烦啦 什么 冷水 热水 这个问题都一大堆 还有漏水的问题 莫名其妙的事情 会乘出不穷 导致破财 听起来都不太好 对不对 但是你也有好的哈 你只要注意这些哈 低调小心事情哈 的问题的话呢 我相信呢 你在2023年哈 只要小心这些问题 然后呢 尽量不要呢 与人之间呢 有一些纠纷的话呢 实际上 钱财没有 不会破那么大 你有贵人 如果要借钱的话呢 跟银行洽谈的话呢 不要野心太大哈 比如说你现在要 渡过难关 那就先渡难关就好了 不要想说 我要借一千万 那你如果能够借两百万 过关 你就先借两百就好 那以免利息付出太多哈 所以呢 要谨慎的理财 还有呢 看别人赚大钱 今年呢 要稍微恪守本分 不要一直想 我在今年希望能够有转运 有些人会转运 但不是每一个人 那当然有好有坏 并不是都不好 所以呢 你今年只要好好的 把本分的工作做好 不要做业外投机 跟投资的话呢 你的钱财是正财 非常非常好 而且有贵人提拔 所以你只要在你的工作上面呢 努力加油一下的话呢 钱会越来越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2023年的爱情运呢 好 荣誉呢 表错情 或找到一个不对盘的人 怎么样表错情 人家不喜欢你 你偏偏都喜欢人家 这个叫表错情 那对方对你无意 你却有心 这个叫表错情 我很喜欢你 但人家并不喜欢你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这些小事情 好 另外的话呢 找到一个不对盘的人 就是跟你的个性不合 然后呢 花钱如流水 每天就是跟你要什么 手机包包 诸如此类的女孩子 你要特别注意 然后呢 男女接着呢 会找到一个渣男或渣女 要防多情被利用 你的情用得太深 结果都被人家利用了 搞得呢 身心俱疲 伤心伤身 又伤财 所以呢在爱情上面呢 我要是要提示你一下 职场上的恋情容易产生纠纷 特别小心呢 对方的意图是什么 你知道很多人他有意图的 比如说你的关会比较大 结果呢 他是希望你提许他 这个意图呢 还有呢 就是呢 已婚的人呢 也容易陷入三角恋之间 要特别小心 那2023年呢 是桃花年 但反而是人际关系 产生状况最多的一年 桃花票房 慢慢的滑落 感情不易找到其 真心真意的人 所以你在今年的桃花 其实都是烂桃花 多余好桃花 那并不是都没有好桃花 如果有亲朋好友介绍 可能会好一点 那这个亲朋好友呢 等一下 有点水 好 如果这个亲朋好友呢 他是属于那种 比较高层的 能力比较好的 他可以介绍的对象会比较好 好 那所以呢 你如果要找到一个对象的话呢 可以借由相亲啊 不是网路上的相亲 是由亲朋好友介绍的 要听清楚 好 那今年的烂桃花过多 所以呢 桃花房已婚者呢 不但诱惑 桃花包藏恐怖的祸害 这个祸害是会打官司的 破财的 已婚或同居者呢 一有第三者的介入 要加强小心防止呢 踩了别人的红线 引发家庭纠纷 甚至导致呢 离婚 还得上法院打官司 破打财 这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呢 十字无畏的婚姻呢 如果你已经走到尽头的话 就好像两个人的感情 已经到了 没有办法弥补的地步的话呢 是容易亮起红灯 夫妻应该要多忍让 才让 不会让家庭破碎 如果有孩子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你稍微让一步 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些时候呢 自己的烂个性 人家也不喜欢啊 对不对 并不是你不喜欢人家而已啊 所以呢 其实夫妻相处久了以后呢 财迷因为酱醋茶 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呢 会引起很多纠纷 所以你在爱情上面呢 要特别小心跟谨慎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的 要想再婚的话呢 第二段婚姻呢 在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适合 进入结婚礼堂 我觉得你们可以先 考虑同居的问题 其实我以前很讨厌人家说 要先同居 但是呢 我发现了现在呢 如果你不知道对方的个性 你不先同居一段时间 讲句真的 结了婚以后 要离婚呢 那手续非常麻烦的 真的 所以你二婚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这些现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兔子的健康 在2023年 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注意意外之灾 车关 水火关 烫伤 还有呢 公安意外 骑车开车都要小心 连坐飞机坐船 皆需要保险 好不好 如果你要上飞机 希望你有个 买个意外险 当然你会说 那我意外险 买了又是别人在 的话 至少有意外险 会比较好一点 破财能消灾 听到吗 那要防高处跌下 不宜呢 爬高山 防心脏病或跌伤 会断 会断掉骨头 骨折 会有骨折的现象 肋骨啦 脚啦 都容易受伤 手脚 肋骨都容易断掉 好 那救急呢 应该尽速看医生 如果需要动手术 就快开刀 什么时候开刀都没有关系 但是呢 最好不要再开岁 正做的那个月 正冲的那个月 更不要 农历八月不要开刀 那上半年的话呢 我建议你呢 就是呢 我们的一月份 就合到太岁了 所以一月份 合到太岁的时候呢 跟三月份 过了三月份以后 再去开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大概四五月的时候 开刀会比较好 四五六月 如果真的需要开刀的时候 稍微延一下 那找到一个好的医生 西北方今年呢 是五黄煞胃 东方是病腐胃 所以你不要往家里的东边 去找医生 或者西北方找医生 所以要特别注意 至于呢 今年的五黄煞 西北方呢 如果你的房间 是住在西北方 希望你能够移掉 那个位置 住的房间 好吧 那如果没有房间移的话呢 就不要靠近西北方的床 床就把它移开来 那你说我很多 都是定做的 对不对 很多人衣柜啊 什么定做的 那也只能够呢 小心的 因为呢 在那个时候呢 你必须要在你的床上面呢 床边 床四中 挂四个画五黄煞的 那个铃铛五地钱 好不好 那也可以化解一些灾难 那当然你的大门上啊 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换一换了 比如说像是挂那个 由施咬建的大的五地钱 地电呢 换新的 门链呢 你的脚踏的门链 你就大 你的房间门口 也可以用一个七星地电 可以让你转运 好不好 这对你来讲 健康上都会有帮助的 那如果是救急的话 刚才讲过要看医生 那不要脱救 还有风湿 肿痛 还有头风症 耳机 眼疾 女性要防止公病变 男性要注意生殖系统 尤其年纪大的人要注意呢 射腹腺 心脏血管疾病 还有注意肝肾功能 不可 晚睡 好不好 不要太晚睡觉 因为肝肾跟解毒功能有关系 解毒功能一旦不好的时候 肾脏容易出现大问题 好 那有血压高的人 要注意高血压或者低血压 防突发的心脏病 所以在2023年 其实鼠吐的朋友 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这些问题 那当然你有贵人 那你的贵人是几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有很多贵人 我们先讲一下 像是老虎 是你的贵人 还有呢 属羊的也是你的贵人 属猪也是你的贵人 另外的话呢 属狗也是你的贵人 那今年呢 老鼠也是你的贵人 你有五个贵人 你看运气多好啊 所以你的贵人运是相当旺的 那因为你带文昌运 文昌运也代表说精神 在精神上面呢 绝对不要有忧郁症 不要有那种 常常会心悸 或者呢 心里郁闷 所以要偶尔呢 去踏踏亲 唱唱歌啦 看看电影啦 或者甚至呢 逛逛街 但逛街要小心喔 不要当闪铃刷手喔 用钱喔 这个要特别谨慎一点 那我想呢 这样子的话呢 你其实今年的贵人运 还蛮旺的 还有升官的机会 因为有文昌 文昌刚好落在你的位置 所以你有升官的机会 其实你的运势 没有那么差喔 那另外的话呢 借助别人的力量 比如说有贵人的话呢 长官啊 或者能力强的啦 那跟强强联手的话呢 我想你跟比较强的人联手 那可以呢 解除你很多的困境跟麻烦 尤其在工作钱财上面 以及人际关系上面呢 要协调 要和谐 我想呢 你今年 在上半年的困境呢 是可以很快的化解掉的 好 那开车骑车 当然喔 上山下海都不要 尽量要小心 转弯抹角的地方呢 尤其是骑摩车朋友呢 还有开车朋友 不要开快车 不要抢黄灯 不要抢红灯 我相信呢 你在2023年的运势 就会越来越旺喔 那当然呢 呃 今年的财运呢 是正财运多于偏财 所以呢 财运上面的话呢 你只要把 啊 雇守本分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话呢 那如果待业的朋友 赶快找一份工作 应该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啊 暂时做一做 好不好 那我想呢 有工作呢 好过没有工作嘛 对不对 要不然负险在家 久了会颓会 那我想呢 2023年呢 海洋老师给大家建议 态岁年的月份呢 老师做了五六张功课啊 不止啊 七八张功课 你看到没有 都是帮你们做的 所以你们好好的 帮我按赞分享一下 然后呢 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看到没有 七八张耶 一个晚上 做了三个小时 帮你们做 做这个态岁 怎么化解 我会做一篇呢 2023年的风水的改运 招财法 那怎么样 注意健康意外啦 那我想呢 西北方今年 尽量不要动土 你在家里的西北方 不要动土 还有东方 不要动土 如果你是有家里 有生病的人呢 尽量不要坐在呢 西北方 还有呢 东北方 东方 以及呢 东南方 这四个方位 你要避开 这四个方位 好不好 好那你想升官的话呢 建议你呢 用一个官帽 就是像这样的官印 像我的桌上都放官印 看到没有 人家会送 这个官印对你来讲 正宅 它可以正宅 那或者呢 放聚宝盆 那我会教你们呢 怎么样来放聚宝盆 我有九大秘法的 这个2023年的九大秘法 来帮助很多困境的朋友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 动用你的指头 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 按下小铃铛 谢谢你们 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 事事顺心 一切如意 拜拜 请不吝点赞